當然這個是因為這個全球暖化所引起的這個非常詭異的這樣的一個極端的這個氣候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喔 這個這個全球暖化的現象造成極地溶冰之後 會影響到台灣耶 竟然會可能在十年內造成台灣來一場超級大地震 這中間關聯到底在哪裡啊 地質學家說 好恐怖喔 現在的地球暖化會讓地殼內醞釀著大量的一個熱量 而這個熱量會為未來地殼的一個變動產生非常大的一個變數 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呢 等一下來告訴各位喔 但今天大家都已經覺得了 喔台灣真的跟凍番薯一樣喔 氣象報告特別說台南以北 一直到整個宜蘭花蓮金門通通都會十度以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的一個動作喔 但最近真的是天氣異變 為什麼天氣異變呢 現在出去玩真的要小心 先來跟各位說這兩天事情特別多 我們先從巴西先來喔 巴西這個地方先來說 這個地方是個旅遊勝地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喔 在下面大家還開著船喔 結果船啊看啊看啊看風景喔 看到一半 居然整個石壁崩落 哎呀好可怕喔 先跟各位說 我們看到那個小船 再看到那個石壁崩落的樣子 那裡面不知道已經含了多少的一個水分 可是在下來的那個當下 因為連日的一個大雨 當場就七死三十傷啊 當場就七死三十傷各位 所以目前還在救援當中喔 希望他們都沒有事喔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下大雨會出事對不對 巴基斯坦最近出了這件事情更詭異 更詭異嗎 台灣最近這幾天各位還知道嘛 每次含流來 哇那個新聞記者都還要去什麼武嶺啊 去河灣山去蹲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會下雪嘛 很多人都會跑去看喔 想不到巴基斯坦呢 賞雪賞成噩夢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就跟去年中國大陸一樣 去年中國大陸是跑步 跑步跑到一半天氣急凍 大家的裝備不夠 巴基斯坦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 快速降溫 結果快速一降溫呢 慘了 怎麼樣 大陸封鎖 然後資源不夠 然後救難人員呢 沿路就一直搜 一直搜 一直找 一直找喔 很多人是被困在車子裡面直接凍閉 困在車子裡凍死的 困在車子裡面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困在車子裡面 可是別忘了喔 你就等於是包在一個冰塊裡面喔 快速降溫當中 16人直接凍死喔 目前的死亡人數是21人喔 21個人了 而且現在官方已經說了 這個有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路全部封掉完之後呢 目前食物跟飲水 各位不要想說在整個下雪區 那個雪都能吃 那個雪是不能吃的 除非你把它做過濾 或者是要把它溶解 食物跟飲水即將要沒有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麻煩 這個在巴基斯坦這塊 可怕 美國 美國也來了 各位都知道 美國最冷的地方在哪邊 在五大湖區 為什麼呢 北極汽泉 沿路轉啊轉啊 沿路轉五大湖區 最冷對不對 結果最近冷到交通大亂 路上車不能開 天空飛機不能動 最慘的一個狀況是 因為機場都一直是雪 大家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所以呢 整個機場大家也不能動 可是現在剛好是新年時間 所以整個交通全部大亂 那你說好了 我在北邊 我在五大湖區 我在波士頓 我在紐約 我們能也就算了 想不到呢 這次出事 居然出事在哪邊呢 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 極度低溫 先來說這個是纜車 居然連纜車都結冰 纜車都結冰了 然後纜車結冰完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不能動 進退不得 那進退不得怎麼辦呢 有二十一個人 直接在空中過年 天啊 嚇死了 真的驚魂夜 然後很多人就爬爬爬 直接慢慢的給他掉下去 還好這些人全部都救出來了 但現在大家想的是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不對啊 包括哪邊呢 包括了亞利桑那州 包括了新墨西哥州 包括了德州 這塊這邊是熱帶周圍 熱帶周竟然結冰 底下雪 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零下的部分的話 不會超過太多 怎麼會連纜車 跟整個所謂的電線電纜 跟整個所謂的網路 全部都結成冰 這是非常吊詭的一件事情 好在這個沒有產生非常大的一個所謂的影響 後面的人全部都救出來 我們來換下一張 可是現在天氣的異變 也變得非常的麻煩 為什麼呢 銅伯最近就說一件事情 現在這種低溫會讓全球老舊不堪的電網 非常告急 目前全球的一個電網 很多地方的電網 都已經五六十年以上了 可是我問又齊 冬天越來越冷 你的用電一定會越來越多嘛 當然要取暖嘛 我們就說這次美國紐約的這個大火 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例子 紐約這次大火 就是因為天氣太冷了 太冷了 所以呢加熱氣 一直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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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後面起火 可是當地的整個線路管路非常老舊 和雖很多老人家小孩通通逃不出來 所以小孩子的受傷 受傷是最多的 死亡人數通通都是小孩 這是紐約大火這一塊 但是電網告急現在要產生幾個問題 之前大家都說節能減碳要用電動車 對不對 電動車在整個天寒地洞當中電池他會失控 電池會失控 所以常常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開車快開到家了 對不對 然後就想說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最後兩公里不能動了 卡住了 而且還怕順便結冰跟鋼的一樣 這要怎麼辦 所以電動車跟電網都非常危險 想不到在整個海森威 出現這麼好笑的一個狀況 尤其我問你這是車還是冰塊 像車的冰塊 像車的冰塊 跟各位說 真的有說話 日本的貿易商接到俄羅斯海森威的訂單 他們就要運 包括本田跟豐田的車運到那邊去 結果運來運的這些車子 本來在日本出去的時候一台一台是車 然後到了海森威之後 糟糕了變成冰棒了 怎麼全部變成冰塊 真的完全變成冰棒了 那現在變成冰棒完之後 這會產生後續的問題 為什麼貿易商收不收 我今天出去是車 椅子都結冰 怎麼會到你們家去後 完全結冰結成一塊 然後人家那邊的人就說 我們這邊也沒有碰過零下十九度的 然後零下十九度 現在重點是車運過去的 那車到底能動還是不能動 這個也不曉得 但是這兩天在青海出現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辦法解釋 你知道一開始是怎麼樣嗎 牛羊很躁動 他就在那邊咚咚咚咚 然後他就想說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沒有多久之後呢 青海居然出現傳說中的地震光 地震光 什麼叫地震光呢 地震就是地震要來之前 他的地層經由大規模的一個推提之後 有大量的能量爆出來哦 結果呢 現在專家跟你說什麼呢 我們不敢肯定 會不會是有什麼地方爆炸 還是怎麼樣啊 這事情大條 唐山大地震之前也有地震光啊 很多的地震 他們根據歷史的資料都說 在整個地震之前就所謂的地震光 可是目前的科學家 他也很難去解釋哦 那很難解釋呢 可是有件事情很特別奇怪哦 牛啊 羊啊這些啊 一路都在逃命 他們都很不安對不對 然後呢所有天空的飛鳥都在亂飛 所以到底這地震會什麼回事呢 目前不曉得 可是青海發現這張整個所謂的影片 大家都覺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們要截在臺灣這一塊 很多人會說奇怪了 那地球暖化 跟整個所謂的地震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剛特別跟各位說嘛 下雨對不對 土壁水寒很多 所以整塊石壁就掉下來了 所以因由這個因素呢 專家就說哦 暖化未畏地殼 帶來很多的一個蓄積的能量 為什麼呢 很多的能量就跑到地殼去 跑到地殼去哦 臺灣未來十年內 會有七級以上的一個強震 而且他特別說明哦 包括雙北 包括宜蘭 影響非常非常大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攝影棚 我們內心都有感覺 我們最近單單在錄影的時間 地震就地震幾次了 所以很多事情呢 大家真的要小心 那最後跟各位說明的 這兩天天氣特別冷 對不對 家裡面的老人家 一定要叫他注意保暖 要穿好襪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天已經開始出現了 猝死的狀況也特別多 天氣冷 真的要小心啊